263 東方日報 中港富豪當災失7,800億 2015年7月12日產經 B01受類中港股市暴跌 中港富豪身家大縮水 繼至在上週四九日 股市反彈前 全球排名前400位富豪當中的 中港富豪身家縮水共約7,800億元 在股災風銀心創板上市的藍絲科技 其大股東周群飛財今年3月憑公司上市 身家暴障移成內地女首富 單單計6月 其身家已經大幅縮減近四成 徵法約390億元 高銀潘蘇通不見16億年初受惠高銀地產00283 和高銀金融00530股價飆升 令集團主席潘蘇通身家由約288.6億元 一度暴漲至約1950億元 淡隨同重的中港股市暴跌 該征服幾乎全部蒸發 現時他的身家賬面回落到約312億元 上述過山車現象反映中國地區富豪的身家 與股市波動有密切關係 彭博資料顯示 就最富有的38名中國富豪的資產分佈而言 當中有66%屬於股票 反觀歐、美富豪的股票佔資產比例不到50% 上半年股市做好令中港富豪身家大漲超過三分之一 今年年初繼至6月中股市高峰期 彭博全球富豪榜前400位排名當中的中港富豪 身家合共增加約9,438億元 今年中國地區財富增長大贏 加士曼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 借名中國首富的身家增幅達967.2億元 加士曼達集團 加士曼達集團 加士曼達集團